中国女排北伦集训已接近尾声 姑娘们很快就将转战漳州基地 开启第二阶段的封闭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 正当女排国家队集训持续进行之际 国外各大女排联赛也都进入到受关阶段 其中中国女排三大国手所在的一甲联赛 即将决出八强席位 科雷利亚诺女排牢牢锁定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朱婷率领的斯坎迪奇女排紧随其后 两队的竞争进入白热化 斯坎迪奇若是能在欧联杯夺冠必定是其大长 夺得一甲女排联赛冠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本赛季还未结束 斯坎迪奇女排却率先为下赛季的比赛做好准备 早早便开启了引员工作 斯坎迪奇先是签下了新的二船 随后又表示会不惜任何代价全力留下朱婷 并且还将续约华盛顿 不仅如此斯坎迪奇女排还将签下赫尔博茨 继续补强球队的边攻线 可见斯坎迪奇女排为了成绩 也是花费了不小的代价 只是新二船奥捷年诺维奇的加入 却加速了姚迪离队的步伐 他离开斯坎迪奇已成定局 但好在姚迪有了新的趋向 土耳其媒体爆料姚迪目前已接近加盟吐超联赛 费内巴切女排有意引入姚迪 顶上球队二船位置的空缺 原本费内巴切有三位引员人选 分别是卡丽尼、姚迪和汉考克 姚迪是当中最有优势的一位 如今又有好消息传来 姚迪的另外两位竞争对手里 有一人已签约了新的球队 效力于卡萨玛交为女排的卡丽尼 刚刚与库库罗瓦女排完成了签约 双方达成协议 自此姚迪又少了一位竞争对手 如此一来费内巴切的引员对象 就只剩下汉考克和姚迪 而从双方的情况来看 姚迪无疑是最接近签约的选手 毕竟姚迪与费内巴切核心 拉尔加斯有着深厚的友谊 彼此携手夺得了两届排超联赛冠军 配合早已十分娴熟 费内巴切或许就是看到这层关系 才对姚迪产生了兴趣 更何况在过去这些场次的比赛里 姚迪的状态火热 完美融入到斯坎迪奇的战术体系中去 如若不是因为球队的外援 名额已满 斯坎迪奇或许还有续约的可能 所以费内巴切若是有意引入姚迪 那么他们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因此对于姚迪而言 要是可以转战土超联赛 自然也是个锻炼自己的绝佳机会 我也希望费内巴切的这一笔交易能够成型 期待姚迪能带来不一样的惊喜